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说 三国沙国战 夜兰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你们看古人对这个睡觉 也是颇有研究的 这边边听着风声雨声 迷迷糊糊的就入睡了 而对于你们来说 要认真听着我的声音 迷迷糊糊的开始入睡吧 进入今天的录像了 先看第一局 主持者玩家的爱地叫鸣峰 一区的玩家感谢录像 这里咱们要加快语速了 这里选将的话 都是三配四 都是强配 很难受 所以你就看你喜欢什么国籍 或者说喜欢什么武将 自己去选吧 主持者会选什么呢 主持者选择了狗聊组合 这个组合该怎么叫呢 张狗 狗张 反正你们自己选择一个叫法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叫 平常咱们都是狗屁组合建的多 起手中在五号位 一号位 真机直接选择亮将 天空是他的最爱 你要展翅翱翔吧 看看你的老公是不是陪 陪适在你的左右 这只比一选择看了一下夏家 看他会不会选择忙夏家 或者还是忙上家 一大牢 杀陕 白银狮子 继续去杀陕 并没有盲动 所以也不一定看到了卫国 对不对 如果他去杀八号 那很有可能看到卫国 这个二号位表示 真他们无聊 挂了两个刀过了 这边有人去搞真机 表示我要占得真机 我要先胜 并不喜欢冠师傅吗 冠师傅强重真机 你才能胜 是不是很爽 这个人在犹豫 归云离清明 犹豫了半天 表示还是这样这样吧 找找装备 找找加一马 你看八卦阵和人狼盾 还没有出现 四上 五中生有 看来都是他需要的牌 到底是什么牌呢 好 铁锁连环 表示要借助咱们的传导 干真机 但是正巧碰到咱们还是个位 这就尴尬了 咦 他是奖费 还好他是奖费 他并不愿意出杀 想过牌 然而你 你四上 你啥都没找到 连个刀都没有 扔了一堆杀伞 也是非常尴尬 跟真机一样 这里 由于第一 咱们是位 对吧 第二 咱们借着这个 你连我 我不爽 我就干你 对吧 找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干他 咱们也没有去拆真机的 不要那么明显 就我又出来个位 这人叫装什么不卖 平常玩深水 为什么玩的比较多 今天不玩了 今天直接裸一干你 好 江维表示又是大位 是不是大位 你也得喊大位 是吧 这是口号 大家都这么喊过 不管是不是 反正先喊出来 让别人跟自己 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好 这边裸一 没打死 然后开始小戏 沉舟发挥一波 准备拆这个乐 这边有人打无限 就是之前乐了真机的 那个人 现在从咱们视角 已经三个位了 恐龙出来 继续抗位 可能他们也默许了 咱们十位的这个认知 直接这个恐三顺 还是孔二顺 孔二顺 然后再砍一刀 他并不愿意给恐龙忘戏了 因为恐龙可以给牌 像刘备一样 这边给了姜维一张闪 你还真是大位 你别说 这边邓爱点威 也选择让将 打包赖来 这边他选择开团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直接火攻 能不能打死姜维 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打死姜维 就是能建立很大的人头优势 二号表示 看我的 坏了 我的妈呀 坏了 这真的要坏了 那个人估计是个位 因为真机看过他 他也没必要去演什么 只是需要真机放一个AOE 咱们出来 然后咱们再看二号的 看你的 对不对 你不是喜欢看 这里有无六剑 还是可以杀到三号的 无六剑之乃神器 而且经常容易忘 希望你们不要忘 无善于千里吸人 好 看你的 有舅舅 逼什么来着 但是咱们又哪知道有舅舅啊 上哪知道去有舅舅啊 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这边姜维被带走了 还好咱们手里有个九杀 而且有辽神 一会儿偷个桃子 这边上加黄忠也亮掉了 基本上还能炸着桃子 里点应该是可以去了 进入三打三应该是还可以 好 黄忠这个体位比较像旁统啊 这里多说一句 如果黄忠你是旁统 一定要双亮 为什么 这我讲过多次了 你在就是盟军你在对抗大国的时候 你第一要对抗盟军 这很正常 第二 你要做什么 不希望盟军来打自己啊 那你就亮啊 什么周太旁统 独赛啊 疯狂的亮啊 不要藏啊 当然这是 就是说 在能打过盟军的时候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局势打不过盟军的时候 你就不能亮周太旁统就得忽悠盟军 让盟军去打你 然后才有转机 那种情况大概占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吧 大部分情况是百分之 剩下的百分之八十 就是你需要亮降降讨讽 当然这里黄统是不是旁统 不知道 接下来也是如预料所欺啊 这个有疗神 这个瞬间人家偷了桃子 然后九杀就闷杀了 孔统前锋也是直接亮降 好 这里一人发一张杀吗 开心一下 好的 嗯 三v三 只要旁统如果是黄统的话 其实这个局完全可以打 但是如果旁统不是黄统 就感觉有点难 好 吃我一击 非常的销魂 因为自己掉血 要请黄统吃鸡 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 第一你要防旁统 第二 你这个 后面还有这么多队友呢 是不是 另外的话 他可能是怕被偷吧 但偷也不会偷你 对不对 怎么可能会去偷灯爱呢 有真机 有这个曹仁 对吧 嗯 借刀 刀被豁了走了 主持角也没有出杀 因为主持角并不知道是不是旁统 这边决斗 好 夏侯敦表示刚烈 我刚你 我刚你 他那个红桃 你说尴尬不尴尬 还好 他能回血 他要是这个不能换换这个盾回血 这个就亏大法了 继续放南蛮 主持角并没有给黄统 补 补牌啊 因为他觉得局势完全在可控之中 所以不需要补牌 无善于千里 虽然 果然是旁统 你看你亮了多好 你亮了就不激活你了 他们就是激活孔容了 你两条命不好吗 你一条命也打出来 进来他们又激活你 这个魏国已经不行了 邓爱已经没台了 然后这边再砍 这里不能晾狗 晾狗盟军说不定一会儿要升起了 这里暂时先不晾 拿了吧 反正去偷好东西 偷到一个连弩 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边挂连弩 气闪过了 暂时没什么卵用 但不代表后续没有什么卵用 这边恐龙可能要包养黄中了 不会管咱们了 第一咱们挂连弩了 第二咱们这个还藏了个位 对吧 魏国的很多卖血的 你看 这边你庞统 就是成了这个顺 顺势而为就是礼当激活你了 你就被激活你就很惨 即使打崩了 这个大国 你被激活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刚才我举那两种情况 希望大家能听懂吧 好 这边还是继续藏 当然也没什么可补的 没什么可截命的 都已经满牌了 魏国 魏国这个崩除了 接下来咱们很可能 看有没有机会把黄中干掉了 直接就干掉黄中 绑架恐龙了 让恐龙作为自己的 这个小机友 你还是没距离 你一有距离 你也就杀魏 你还能怎么地 好 这里可能要偷黄中了 因为要干掉黄中了 对不对 好 先杀他一刀 没有闪 九杀 直接带飞他 绑架恐龙 多好 多爽 而且这个收掉黄中 是不是还能杀过去 但收黄中就一张牌 结果这个被恐龙仿佛识破的样子 恐龙啊 直接这个救了一下黄中 不让你收 表示我要拉黄中做盟友 接下来 魏国该怎么办啊 我给了魏国 你们就去打张辽 黄中就生气了 就跟着你们一起打张辽 真的 你想啊 张辽都对黄中动了杀鸡了 我反正是黄中 我就表示你对我动杀鸡了 我只打你 你管他是不是什么卖血的杖料 现在你不要管这些 你就打他 让黄中去干那个巡域 黄中肯定生气 而且你干黄中没什么意义 真的说实话 真的没什么太大意义 但他们就选择了干黄中 你要懂得霍水东野 是不是恐龙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好 这里你去连 这里你去连 在杀鸡刀 我简直就是 我觉得你就已经是在助攻了 本来人家没有牌 这下一下补了三张牌 很可能把你们反杀了 这下非常爽 巡域也是藏得非常的深 黄中作为了炮灰 当然了 换另一个视角 就是说黄中到底会不会生巡域的气 不一定 但是讲道理 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左右 一定会生张辽气 因为张辽就是准备弄死他了 结果这一波 补了三张牌 刘神再一偷 再借助驱虎 瞬间干掉魏国 又收到了无中生有 所以最好想个办法 直接进单挑了 nice 又来了一张南班入侵 而且两张顺手 他这里没有顺 他怕恐龙拆他的牌 把他的K牌拆掉 因为恐龙手里应该不是杀了 这里先留一下顺手 下回头再搞他 防止加一被拆掉 对吧 他毕竟有田锋 不要忘记他田锋这个将 田锋这个将是非常骚的 接下来 摸到杨火弓 那去顺材手牌吧 顺材手牌 看看能不能直接火弓带走 田锋哪来这么多顺手 好的 nice 这一波也是非常的华丽 直接野心家轻松获胜 心机获胜 再看第二局吧 第二集主持久玩家 这一条 monlog人生 26区的玩家 感觉他录像 这里又是各种三配四啊 当然你将为马超可以四配四 反正都可以选吧 这种将谈不上什么特别强 也谈不上什么特别弱 就反正你看着选 将为马超可能主动性更强一点啊 但是徐胜小乔属于那种防御力爆表的将 总之这个任何游戏都是你不可能说一个武将 攻击手兼备都特别强 那不可能的 你一般就是你要不防御力强了 你的这个攻击力就会下降 对不对 攻击力强防御力就会下降 好 这里这个七两张杀 天香白色无限 这个人要顺咱们的沈家仪 不让顺 好 你顺吧 让你顺吧 狄卢 狄卢防主 估计你 你死不远了 赶紧顺走 你看中国语 这就是中国语言的魅力 可以怎么说了 看尽繁花落寞 这人早已看穿了俗世 表示死就死吧 死则死矣 大丈夫何惧也 这个智者长存 看看他是不是智者 好 直接亮张飞准备干人家 关羽张飞一个boss就直接干人家 我确定你不是智者 你是睿智 非常的睿智 到底睿智是什么意思 有的朋友懂 可能有的朋友不懂 好 那个人表示你咋不上天呢 他就不砍了 然后就去砍那个人 那个人说自己人 然后他又去砍略一个人 这种人真的是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谁说自己人就是自己人 邓爱也是耿直 你出来干啥 你也来个自己人 你出来干嘛 当然这个 关羽张飞是寒冰爽了 在这疯狂的 拔别人衣服 把你们衣服都拔光 一个boss让他玩成这样 我的天哪 我都要吐血了 你等死吧 反正反正你死不了 你也把自己祸害差不多了 我其实看起来 你倒没祸害别人多少 自己人 哪来那么多自己人啊 好 这个自己人挂了两个装备 无中生有 这个才是真正自己人的 看见没有 这个真正自己人 他是会出来帮你的 黄元英出来 搞这个邓爱 邓爱也是惨 邓爱也是耿直 你看你碰见这个 关羽这种 头脑简单的人 你不要这么耿直 好吗 咱们这里谈他们了 不管了 谈这个关羽吧 谈黄元英 怕黄元英在爆发 这次莫名捅了一刀 咱们不可能掉血 不可能承受伤害掉血 就谈你们吧 那只能被迫出来了 这被迫出来了 没办法 好 这边这个人犹豫了再三 还是捅了一刀 这个谁 外面有跃进 邓爱跃进吗 不知道 好 主持人在这里 非常冷静 表示我不带论你们蜀国 你们蜀国差不多得了 别打我了 哎呀 这个人要下毒手了 那只能是吴群了 到底是吴是群 不知道 直接一个酒雷沙奔过去 魏国死 蜀国能不能足 看黄元英了 不过黄元英 我觉得应该有逃吧 过了这么多牌 要不然愧对 疯婆子的荣誉 是不是 好 怼死了 然后这边冰住 这边关羽张飞该杀谁 应该杀暗将吧 但是他不杀 他就来杀咱们 就是喜欢杀明将 早知道就略出这丝了 这个人根本就不领情 这种头脑简单的 你晾着跟我不以后杀你 而且韩冰杀小条杀的贼爽 真的就应该乐住这种头脑简单的人 你看明着有暗着的 你不去杀 你不把他打出来 给你们国家降嘲讽 好 一顿打咱们惨了 这真的是惨了 又被扒光了 疯狂打工 好 黄眼英又看不下去了 3D果然头脑简单 二哥 头脑好像也不发达 好 这个人一顿操作 明显就是不想出牌的样子 既然这家不想出牌 所以你也看不出来 屠夫 屠夫有个毛用 这边这人跳鼠了 大鼠 如果六号也是鼠 那很可能就比较难打了 但是六号是一个并不想表露任何身份的人 桃圆结义 OK 再砍一刀 猎刃一发 尝尝我飞刀的厉害 这什么 好 这条狗啊 那还行 至少不亏 二哥表示心累 你心还累啥 你就一顿干 得谁干谁 还累 有什么累的 一点都不累 打得挺爽 我去 放了一个男蛮 反正他表示自己可以卖血 但是然后黄颜颜也收了 这里咱们就很伤是不是 这里他决定看一看这个 在这归宿的人到底是什么 我去 是个马老板 马老板藏得非常之深 好 下家是个董卓 董卓要把这个纪灵吃了 出牌阶段有技能 吃就吃吧 他瞧不起纪灵 纪灵这个酱多么强啊 他瞧不起 瞧不起就吃吧 打丈夫岂能富人之恩 咱们接下来看马腾会怎么搞 还是继续挂机吗 挂机流啊 继续不动 非常之猥琐啊 好 这边他要九杀巡域了 那巡域肯定给咱们补牌了 没什么说的 咱们是他的盟友 对不对 董卓这技能很搞笑 不打他自己就要学 你这不少见多怪吗 这里你可以选择弹七 也可以选择弹六 你可以把其实弹六好一点 把六弹出来 就别让这种人龟缩 你龟缩个屁啊 你在这龟缩凭什么 说打着打着你们群雄赢了 出来偷个鸡是不是 不干 他选择弹七号也不能说完全错吧 七号也是个鼠 弹就弹了 这边巡域也是惨啊 酱还比较弱 巡域曹红 再借刀 远较进攻 巡域可能还浑然不知 副酱没量不是不能吃 只能吃啊 只要总多亮了就吃了 巡域自己操作吧 看能不能杀掉 这边有可能是凤厨的啊 就各种疯狂的拉嘲讽 你看还真是凤厨 还真是凤厨 死乃驱虎吞狼之际 把这凤厨打出来 接下来把这个六号搞出来吧 不能让他这么舒舒服服待着 他很爽 要不然 对不对 一会他又出来捡漏了 还好 巡域运气不错啊 某个桃子不然选先争不来就再见了 但这里有这个过拆和顺手 那就肯定先拆这个董卓加一了 不然顺手用不出去 把董卓装备下了 砍董卓也行 反正你知道那边是群对不对 砍起来 决斗 当然从别人的视角来说 那个暗将肯定不是属了 是属肯定他不会去打董卓的 那个暗将可能是群无 对吧 从别人的视角来说 他会这么打 好 这边董卓他去打鼠 他就打了打吧 他好像对咱们不太介意 他其实可以打咱们 打咱们 打咱们就参加队友 把队友弹出来 我这这六号一直在挂机啊 疯狂的挂机 怎么想办法把他搞出来 再砍一刀 换了这个杖八蛇毛 不要冠师傅了 先拿冠师傅 冠师傅虚晃一枪 决斗好的 nice 哎把他打出来了 好把他打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把他打出来 至少他不能在这归缩的 别人一看是这么的情况 好 这边他没有去杀董卓 怕董卓对吧 如果失去最后一摇手牌 岂不是要撸了 这一撸就不爽了 八卦这还要没了 好 这边他来砍咱们了 咱们能判就能判 对吧 能不谈就不谈 好 这边贾徐果然出来 搞事情了 你看他有马腾 他有连弩 他肯定 之前那么多人没动过 这肯定虚报了不少好东西 这其实就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弟兄们 我们的机会来了 那这一下很可能就直接把鼠窝都干掉了 甚至把魏窝都干掉了 这就没法玩了 你知道吗 火宫 还好 寻遇这边是个酒 那还不错 至少寻遇还能再狗一下 毕竟是狗嘛 带给自己补一波 火宫 再杀 这边蜀国能活几个不知道 黄月鹰还有桃子 再杀 他先杀黄月鹰 因为黄月鹰厉害吧 对吧 斩杀到黄月鹰 当然能不能收到杀就不知道了 杀这东西不是那么好摸的 装了一个藤甲 好吧 装藤甲就装藤甲吧 反正你不怕被连 这边回合开始有技能 而没有选择量将 肯定不是诸葛量 是诸葛量这时候他一定会量将的 因为他已经没血了 自己难道不出来找桃子吗 应该是甘夫人了 马带我觉得也亮了 所以就是甘夫人了 此乃驱虎吞狼之计 这边开始这个激活董卓 大家看看能不能激活死了 这边再拆 拆掉了他一张闪 九杀来九杀直接闷了他 这必须带走他 不能让他再活了 一个桃子 然后加血有个桃子 这不能让他撸 撸了就没啥玩了 那只能强开五谷 这里必须强开五谷 第一防止董卓 第二这个 其实强开五谷也防不了董卓 只能说强开五谷看着就没有办法打死他 结果运气非常不错 来的一个桃园确实防住了他的鹿 而且还给寻玉回了血 不然局面就失控了 因为他一撸 那边 马头就很可能把寻玉杀了 就不好打了 这边来杀咱们 你觉得八光就可以杀吗 对不对 人家还有刀 刀还可以换天香牌 好这里谈了一下寻玉 寻玉还是非常配合的 寻玉也没想到有乐 这就非常伤了 旁童也决定去拆乐 当时也是无奈之举 要不然就是开五谷 看有没有盘能打死董卓 再杀 这个桃园也是非常的神 神桃园神五谷 寻玉 寻玉这也是好人得好报 这就是好人得好报 运气导致他添度了 在驱虎 不过寻玉还需要一个桃子 没有一个桃子 对他来说也是很尴尬 这个假寻玉 你看藏了 私藏了很多好货 这各种水果 你看各种天度 当然咱们这里运气也不错 来一个外面 那这里寻玉如果你死了 这只能说说抱歉了 虽然很想和你做朋友 但是这个局也没有办法了 主公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接下来进入三人局 三人局的话 暂时先观望一下吧 不急 反正咱们有防御 你谁敢打我 我就干谁 反正咱们跟贾许单挑 其实是不虚的 因为小桥是非常克制贾许的 这反正这个桃园就是个干辉人 一直在这不知道在干嘛 好主事要决定试探性的杀一道贾许 因为贾许有神装 行吧 你不杀你就弃杀过 这个其实都不是绝对的 因为你有可能杀了他 他就来杀你 这都没准的事 好 那庞桶 庞桶继续挂机吗 换刀 继续挂机 换了个冠石斧啊 这里远朝进攻没必要开啊 因为你这里基本上不会展开大规模的动作 所以这个远朝进攻肯定不开 这他选择弹加许 因为加许对吧 正在进攻中 但加许有连弩 火供 这里远交是不舍得弹出去的啊 这边他还是把简易拆了 防止他杀自己 这个盘 还好 这个你看有徐胜 有徐胜就很舒服 这里真的不应该再谈加许了 我觉得谈庞桶比较好 这一下不应该谈加许 应该谈庞桶 首先 加许有连弩 他老怼你也不爽 其次你把庞桶血线压压压压很好 对不对 而且你这时候去谈庞桶吧 庞桶他也没啥可说的 对不对 我为了保护自己 我怎么谈加许有连弩 接下来这个血线又回了起来 那就远交继续留着吧 庞桶一直在挂机 我就觉得就肯定是有虚报 我不相信你 怎么想一直摸武器和傻 反正瓦是不信的 是不是 这边 这个贾许老实了 不动了 但是庞桶突然动了杀机 果然是有是有祸啊 一个酒杀之间闷杀的谁 你就别救了吧 他还有干夫人 也不是不能打 对吧 大家既然都同意单挑 那就咋吧 群雄在这个余威之中啊 被干死了 砍死他 人王盾并没有什么卵用 而且这边还有青刚剑 这也他不亮 肯定是干夫人了 他还把技能关了 偷偷的 你单挑他都不亮 肯定是干夫人 不用怕他 只要你稍微控制住他的血线 就是可以打 控制住 不要让他特别容易的回血 堵起来 他也不太好杀你 借刀杀人 不给 喊你 远销进宫一直留着 准备有机会一波干了他 调戏剑 但是并不能调戏 结果存了半天的远销进宫 没开出来 这就贼尴尬了 贼接着尴尬 他也并没有选择出杀 他先做好自己的防御 以做好自己的防御为主 就我的庞统不知道在做什么骚骚度 你把自己和小乔连起来有什么好处呢 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是图个啥 准备一顿谈 我给你血线压去了 不过这样其实也是蛮有风险的 但是咱们还行 三张牌 你看徐胜配小乔 你有装备 你就算有的人经常忘 你知道吗 把你手牌打空以后 就想干你 但是由于你有装备 你的装备也是可以的什么天香的 所以就是装备 你也可以移成找到天香牌 这里暂时先过了 不急 还是那句话要保证好自己的防御 防止被他偷击 顺买个桃源 他会不会开 他会不会开 他不开 活工 工不种 梅花他没有 他哪有梅花 他一张桃源 剩下的大概率是闪 他也不愿意开桃源 互相都不愿意开桃源 我就砍你 你这回合你不开 有本事你别开 他也不这样甘夫人的 之前一直开着 现在又不开了 这货 主持人是非常的丧病 怒谈 其实谈就谈了 就两张牌 真没啥 他又没啥用牌能力 真的不怕他 这边可以弹死他 皮了啪 直接弹死了 他收了有张桃源 另一张你十九 你不信 是不是 不信 即日的防御也是 一种优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